一二三 十秒 在镜头前鞠躬致歉 全是因为这件事 身穿黄色衣服的女子掠过球员 钻过缝隙 一个剑步冲到第一排 接着第二位女子也挤上前 还不忘回头伸手拉了一下后方男子 三位黄艺人就这样占据C位 紧贴在副总统小美琴旁边 与球员开心拍照 透过直播画面全程放送 网友气炸了 紧急道歉直写 不过网友依旧不买单 全是因为董事长说出这句话 一句叫什么再度点燃战火 网友痛批这种道歉叫道歉吗 完全看不到诚意 根本是交差了事 还有人说 不知道叫什么那你还拍 就是蹭了 他们就是在蹭了 你又不是帮球队的 你爬到前面等讲难听一点 你又不是主角 事件在网路上持续延烧 有网友更翻出采蒙员工 在十九号台湾队出发日本之际 偷摸队长陈杰线 OK啊没有 整大群采蒙员工 举着牌子团团包围住陈杰线 董事长也在旁边 女员工们各个掩盖不住开心神情 还伸手触碰陈杰线身体 网友怒气冲天扬言抵制 交通部长陈士凯也表示 这些行为很不当 国家运动员不是拿来打广告用 同时也说是因为疫情采蒙合约才会延长 后续没有延长计划 不过免税店利用职务之便 对球员展开近距离惹情应援 民众看了恐怕也是很傻眼 三地新闻时明起 蔡小贤桃园采访报导